春节假期结束 不少旅外工作求学的国人 也要准备返回岗位 导致有进行新冠肺炎自费裁检的医院 这两天就出现了排队人潮 像是在台中 只有部立台中医院 中国副医还有台中荣总 有开放自费裁检 院方也加派人力因应庞大需求 医院急诊室外头 出现长长的排队人龙 但他们可不是要来挂号看医生 而是要自费进行肺炎裁检 因为农历年节过完 将返回国外工作岗位 但有了阴性裁检报告 到了当地还是必须配合相关政策 进行居家隔离 就怕会影响时程 不少在国外工作求学的国人 都赶来进行裁检 像是台中地区 只有部立台中医院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和台中荣总有开放民众自费裁检 一般裁检隔天取件费用六千元 如果是急件费用则是七千元 即便有民众质疑对岸的医院 速度快又便宜 但又有人觉得台湾医院品质比较优质 而为了因应庞大需求 像是部立台中医院 开放周一到周五上午八点到十一点 和下午一点到五点登记 上午十一点到十一点半 以及下午五点到五点半裁检 只有上午受理急件 如今各地不少医院都出现自费裁检人潮 也成了年后另类的群聚地点 这里是王东山台中报道